這是我的那個Inner address 那今天呢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介紹支撐會 目前我們支撐會的技術 研發的方向大概是怎樣 那我今天的整個檢報的大綱 我做一些調整 那原本的那個 那個檢報比較偏向比較自視化 那所以我今天就把 放一些技術案例來做更多 以及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有在做類似的計畫的一些 計畫成果 那可以跟各位分享這樣子 我是因為我聲音比較小 請問那個後面的聽得到嗎 謝謝 那在這會的部分呢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這個單位 請問有人不曉得嗎 謝謝 那整個的製作會 它整個的這個 這一個財法法呢 它的設立的中指跟任務呢 它其實它主要就是想要來測定 那個整個資訊科技的創新跟應用 那我們的任務呢 其實是主要是兩個方向 一個是在資訊產業 以及資訊社 在資訊社會下面的一個發展來頭 那整個我們公司目前的組織的狀況 大概主要有像說 就是技術研發的有六個單位這樣子 那人員大概有1900個組合 目前可以說是整個 在台灣比較最大的那個資訊單位這樣子 那目前我們的那個部門單位 主要是分布在台北比較多 那除了台北之外 也有其他的單位在那個其他的縣市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整個的那個單位 本會它就是在兩個部分去做發展 那一個是在那個資訊訊產業的發展的部分 那資訊會從過去創立到現在 大概有30年的時間 那大概是在1979年的時候 一直到今年是2011年 我們可以發現說我們大概做的方式是 就是基本上是從整個產業的建立到基礎的環境 以及到整個創新的升級都包含了 比如說在過去的時候 當那個資訊科技 或者是說大家那個電腦還比較不普遍的時候 那我們做的事情就比較偏向是 整個產業的建立跟技術的環境的建立了 包括說過去要把整個ADS把它做起來 然後電腦的中文化等等這些工作 以及到現在比較近的階段 整個的那個產業的資訊環境都起來了之後 我們漸漸的會偏向整個的服務平台 像電子商務啊 或者現在到比較談比較多的 比如說像是散據的通訊啊 或者是那個Quad Computing 或者Web-based的一些營養參觀都有這樣子 那原則上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至少會在整個資訊產業裡面呢 原則上是就不做硬體的部分 那基本上在軟體的部分 OS到那個應用服務都有在做 那另外一部分是那個資訊化社會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說我們這個部分比較偏向 比如說是從整個觀念的推廣 到基礎建設的發展 以及到資訊活力的開展 這個部分都有特別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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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请请继续在创新的选中所有您的可信能力 查过创新趋势 要创新就应创新趋势 但累计时 超过四期的时间市场预测 与可信情报 准备可两成两造 进步的资设 即放弃 发展确实 从今放弃 有了创丁 切削续成的错误 进步的资设 机械超过 运程探源 确切经历 透过四人的墙 创丁几个座 探索 创丁 是 缩锁切削 进步的资设 运程 市场 运程 发展出新闻 平等 进步的资设 运程 确切削续成 创丁 有了创丁 感变 后果第3M的概念诊 进步的资设 进行技术 进行评程 其消息 进手评程 进来 大家介绍 试读程 行的 实陈创丁 声音 道士 也紧张 体验创丁 在创丁 正视上学之前 背后 内存 结合 社区先生 上面的证明 考虑 帐 削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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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發現我們是整個 就是在技術的研發的部分 我們比較會從整個的那個 它的市場分析它的技術的趨勢來做研究 來知道說目前的趨勢到底是哪裡 像是在甚至有做 對政府做一些智庫幕僚這個部分 然後在做產業對通 在做技術研發 剛給我們是還有一個單位 是在做人材培育 那在做技術研發完了之後 會再去思考說這樣子的技術 它可以應用在哪些地方 然後再做一些應用推廣 甚至是比較一些創新的服務這樣子 那剛才在影片當中 也跟各位介紹 比如說像是電子公仔 或者是那個電子商務平台 這些目前都是我目前製作會 在推的一些創新的服務這樣子 所以在技術研發的部分 如果從比較細節的來看 我們大概是變成三大區塊 那製作目前有做的一個是 比較偏向是服務平台跟工具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Procode過去我們有在做 而且中文的電腦部分 到軟體工程 那RFIT的應用平台 以及到現在比較多focus的部分 會是在Cloud Computing的部分 那另外的我們還有一個單位 是比較focus在多媒體跟那個智慧技術 這個部分 那多媒體跟智慧技術 它這邊會比較focus 就是影響的辨識跟圖書的辨識 甚至到那個前路式的系統 這個部分都有在做 比如說像是互動式的多媒體 還有行動手機上的 或者是那個手持式的一些 Device的上面的一些互動的媒體跟技術 那甚至是那個無線感測技術跟辨識技術 這個部分有類似像是RFID的 或者是ZB的部分 或者是其他Sensor的部分都有在做模 那除此之外 目前的那個比較 因為目前有比較在focus 或者是說目前有在談的一個方向 就是在綠能的部分 所以很快也在多媒體跟智慧技術這部分 也有在從智慧電網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比較偏向是 那個資訊的底層跟通訊的部分 然後或像是通訊跟資安的安全 像從前我們比較多在 大家比較知道可能是TCPIP 這個用很久了 那到ABSL、Cable、Modan這個部分 那到甚至現在的那個資訊安全的部分 都是目前都有在談的一些題目 這個是在技術研發的部分 那整個應用推廣的部分大概是分三個方向 一個是在單位盲覆跟比如說減數位落差 以及關內推廣這個三個部分 那在創新應用資訊這個部分 像我自己本身是在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那在這個單位剛才我簡介的這個影片 其實是我們自己單位的一個介紹 那因為我們當時做的題目比較廣 它是就是從那個市場的調查跟技術研發 以及到服務的推廣跟那個 還有方法論的這些的研究跟機制的推動 都有在做 比如說事實上我們目前有在做比較推的 比如說上次說裝置跟服務的創新 我們思考的點就是說我想要做的是用軟硬體的整合 就是我現在不是只是做一些很單純的 Web上或者是電腦上的AP的一些軟體 我們希望可以整合軟體跟硬體之間 能夠創造出一些什麼不一樣的服務 然後可以有提供一些創就是不一樣的服務跟商機 那比如說像剛才有提的像是粒子公宅 或者是那個電子看板之外 我們另外還有做的比如說像是遠距健康照護 還有3D會合的保温學習 然後車載的滯通訊欄 以及工具精的遠端監控 這個部分都是比較偏像是軟硬堅持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還有在推動的部分 比較像是在Green IP跟文化創意的部分 這部分就是結合像是智慧電網 還有智慧交通這樣子的一個節能減碳的系統 那收穿其實它就是有點像是說去detect目前的那個Sensor 比如說我們在居家它會有像是一個Device 就是它會去告訴你說你現在的電表你用了多少度啊 然後目前的狀況是多少 它可能是幾顆顆度而已 那我們可以去解除那個上面的那個Device 然後讓它變成是資訊化的方式去做呈現 然後可以遠端去操控 然後可以知道說可以去知道說 整個Building我現在的用電量狀況是多少 然後是不是哪個地方它的用電量比較多 過多的人就要去注意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在那個IT跟文化藝術這個部分 我們還有在比如說製作會在塑膠所這個部分 你要再推的部分 像是數位出版、數位點藏及數位遊戲 這個部分都有在做 像是數位學習的部分也都有在做 那現在像IBM還有一些其他的 比較大間的SI的資訊SI公司 一定要推就是雲端的服務平台 這部分製作會有在做 目前是在創演、也是在創演所的這個部分 那包括像是在整個雲端的作業系統 還有雲端的桌機 還有雲端的應用 都目前都有在做過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 目前我們另外就是在思考說 在做整個的創新服務的這樣子的方法之下 所以我們過去我們所學習的 在比較Continuous Science這個領域 你會知道說是Software Engineering這樣子的概念 之下我如果是要做一個創新的服務 我要怎麼去做 那在這兩年我大概有延遲了一個SE 它是Service Experience Engineering 這樣子的一個服務體驗工程的方法論 那在這個方法理論裡面 就包含說它是Find InnoNet 跟MailNet Find的概念就是我去做一些趨勢研究 然後在InnoNet裡面 去做整個的產業價值鏈的研究 然後還有做一些服務的實證、服務的設計 然後到LeaveLab裡面就去想是說 我現在怎樣把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做一個POC 也就是做概念驗證 然後服務驗證跟整個商務驗證 這樣子的一個實作 那目前在我們自己創研所裡面 有很多的一個技術的研發 都是用這樣子的方法論去把它導出來的 那剛才講的是 大概是比較overal 比較high-level的一些東西 那目前我就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跟大家比較來說明 比較很夠清楚說 整個的實務大致在做什麼 比如說其中一個技術是 我們去年在99年的 Technology計畫裡面 有提出來的 它去做一些設計價值的原本 比如說這個題目 它是遠端進貨的U-Service Box 比如說我在工具機上面 它現在工具機產業的每一台機器 可能光是一台可能就要上載 比如說幾百萬 甚至是幾千萬的這機台 那對那個業者來看 他希望的是說 每個工具機台 他能夠24小時的不停的在Run 然後也不要出錯 那即便出錯的情況之下 他也希望去釐清說 這個問題是出的 是機器本身的問題 還是我認為操作的問題 那這問題釐清了之後 他這個問題是應該是由誰來賠償 甚至就是後續這樣子的事情 應該是如何去follow up 或是如何去解決問題在哪裡 所以在整個的那個概念 這樣子的這個Service這樣子的概念之下 我們就是想說 我們希望能夠去偵測到整個機台 它的一些operation的時候 它寄一些LOG 包含 它是說有寄去它狀態的一些資料 然後它的參數、錯誤、才知識訊息 甚至是Sensor的資料 那傳送到Service Box裡面來之後 它可以遠端的去 有一個control center去發送跟接受這段的訊息 然後再來看說如何在很快的時間之內 可以去做一些拍封跟名組件的發送這樣子 整個的就是希望能夠 第一個它是可以去說 就是希望能夠縮短它整個發生錯誤的時候 它的Idle的時間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要釐清整個的錯誤的 這個問題是出現在哪一個部分 是氣體本身還是操作問題 這對搶商而言是很重要的意思 所以在我們去年的時候 就是根據這樣子的概念 原本整個技術研發大概到了一個 比較成熟的階段 那同仁也是希望說能夠比較具體 也是展現說 我如果要去把這樣子的一個技術展現 給廠商的情況之下 那我要如何去呈現會比較清楚 所以過去的時候 像他們在做呈現的時候 大概只能 因為資資料通過我們大概只是做裡面的一些 軟體技術跟embedded system的部分 所以像以前我們去跟廠商去做呈現的時候 大概只能去自己去找外面找一些硬體 然後做一些整個 那在透過去年這樣計畫的情況之下 我們把一些考量的因素 比如說它必須要有外型上或有按鍵 然後它可能釋放在一個比較嚴峻的 一個工廠的環境裡面 一些各式各樣的考量因素 就是我把考量進來之後設計的這一個 可惜式機台診斷機 然後也放它設計的一個特別的名字跟LOGO 那在去年參加那個愛因素的 跟那個工耕病的獎這個部分 然後都有得到那個PART OF WORLD的部分 那這個是可惜式機台診斷機 那另外一個題目是 那個FID感音幕那種生成系統 這個題目比較偏向是 我剛剛講的就是電子公仔 它比較偏向是一個服務創新的一個概念 比如說它原本的這個device 它是只是一個FID的一個reader的一個座 那也就是說我在這個上面 不管它是一個公仔也好 或是一個上面有貼那個 RFID tag的一個device 或者是一個標籤或是任何一個東西 它讓你只要有貼上Apply tag 它放在這個reader上面 它可以去做讀取之後 可以在那個網路螢幕上面去pop out出來 相對應這個公仔它所擁有的一些資訊的訊息 比如說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類似的一個service 像是偶像公仔 比如說我們去年有做章魚精的公仔 那有章魚精的公仔 它這樣插到電腦上面之後 它會泡泡一個wage 然後在wage上面可以告訴這個粉絲說 目前章魚精它的calendar的狀況是怎麼樣子 然後在這個的後章的平台 甚至還可以去記住粉絲它的一些個人資料 比如說它生日了 或者是它一些特別的時間時程 然後它時間到了時候就可以用章魚精的聲音 來跟粉絲說那個該吃早餐了 或者是說生日到了生日快樂 等這樣子很貼心的一個服務 那去年我們是用這個技術來參加那個IP的ID次方 那其中有大概有43個入圍的這個題目 那我們也就是把當時第一年的一個題目 把它實作化 是去年做的是那個發現動物園這個部分 這個是當時實作的一個照片 那這個剛剛講的那個兩個例子 是我們去年在99年的那個 連同樣企劃裡面有去做的 那接下來有幾個技術想跟各位分享 也就是說未來在今年當中 我們比較有可能想要拿出來請各位來幫忙 想想看說它可以做怎樣的應用服務 或者是它的跟怎樣值得技術去做結合 可以產生不一樣的一些service也好 是要討各位的部分這樣子 那首先第一個是光明軌跡辨識這個部分 那目前它可以做的部分它的概念是怎樣子 比如說是它大家可以看到是說 它上面在電腦上面有一個camera 然後它透過這個camera可以去抓到 比如說我現在的光點的位置跟它的軌 就是它的一個是去記住它的位置 然後第二個去知道說它是用怎樣的方式 是在去做運作 比如說好,我現在是圓的 或者是直的 或者是L型的這樣子的方式 那它除了可以去記住一點的光點之外 它可以有multiple的光點 比如說它最多可以到60幾個光點 在整個螢幕上去做擷取 那這樣子的一個技術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做怎麼樣子的應用 目前我們有在做一些demo的一些技術開放 有做的部分 比如說像是我們思考量是開始做的是遊戲 比如說大家比較熟悉的 像是比如說是打飛機的那種 或者是有那種小麗鳳那種標示 來可以去打它的那種遊戲的那種遊戲 然後另外一個其實可以做的一些教學應用 那比較商業性的就是說我在做presentation的時候 我可以去 比如說我直接去用 比如說是我用L型的方式 可能就是前一張 或是我用那個圓形的方式 可能就是下一張 或者是我打一個XX的方式 可能就是我想要放置 我裡面有那以前的一個影片這樣子的應用 這個是那個光點滾機辨識這個技術 那另外一個是那個次世代車載機跟應用服務 我們在自車載有一個單位 它比較合適在車載機這個部分 包括它是從整個的這個車子裡面的 它的中控的平台技術 還有在做模式之外 那到車子裡面的 包括它的行車預計跟應變的部分 整個服務平台都也有在做 除了之外我們目前比較看到 比較多的就是說 像是那個LVX的服務的部分 還要多磨洞的 部磨洞泰露有 因為這個技術我比較不熟 不過目前這個是 我們其中一個單位提出來說 他們希望也能夠後續 可以做一些涉及價值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是比較偏向是農業的 它是初步是把它設計成是做在那個 魚苗的數位技術系統這個部分去做detect 不過我相信這樣子的技術 它可能也有機會去做其他的技術延伸的 一些不一樣的應用 那它這樣整個概念裡面像是說 它這邊像是魚苗它通常它要去從 它實際的情境比較像是說 它在那個魚苗的那個培育場的時候 它可能要去算那個魚苗的大小 或是算它魚苗的支數 等這樣子的一些需求 所以呢 它做了一個簡單的這樣子的一個示意 比如說在製魚苗的平台上 它可能需要從這邊有一大堆的那個魚苗 它會從這個滑水道的部分去留下來 那這個那個魚苗它可能會需要知道說 它有多少的數字 這邊會留下來的一些魚 魚的那個魚的流量狀況是怎麼樣 甚至可以想要去detect那個魚的那個大小 那它所以 所以它就在這邊去裝置一個數位像 這個相機的部分 然後去辨識 去辨識裡面的影像的那個 去基本上是做一些影像的處理 還做一些切割 然後去做分析目前的那個魚的數量是多少 這個部分 那從這樣子的這樣子的一個結構來上 其實它是比較比較Rough的 那我們也是相信說 類似像前面的那個可惜式機台診斷機 用設計師的角度可以讓整個的那個服務也好 或者是整個的機制也好 可以更friendly 然後更完整 那這時候就比較Focus在 比如說它是去detect 去分析裡面的一些核心的技術這樣子 那我今天的報告大概是這樣子 不曉得各位有什麼問題 這個魚鳥的影像的判斷機 它主要的任務是判斷的數量 還是魚鳥的健康狀態 一個是 一個是 是魚鳥的數量 一個是 是 它大大小小 那 這樣狀況可能就是要在看 它有沒有這個需求 因為這樣狀況可能會從 魚本身它的 它是不是有有斑點 或是不是有什麼碰撞 這樣去做一些畫面的分析 那這是動態式的資訊嗎 不過所謂動態式他應該也是說 他的影片是動態的 可是他去做分析也是去解 幾秒鐘結一個幾秒鐘結一個幾秒鐘結 請問一下光碟有機電視嗎 請問一下需要多少的光碟需要多少量 還有就是可以電視多少或多少的深度這樣 有沒有辦法使用不同顏色發光的 還有他有沒有深度的光碟 深度 就是可能有兩個攝影機 可以做3D空間定位 有沒有真的打算或可能 有幾個問題 我再回答哪裡 這樣子 那首先他這個光碟 他是去記的是他的頂 這樣子他不會去區分他是用什麼顏色 然後然後他的暗度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他的亮度狀況 那因為他是用那個 就是用那個開放器 去記 然後去分析他的位置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要 他必須去跟那個 那個 去做一些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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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一个资策会的今天的讲师呢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然后我们感觉他的一些颜色资料我们也写在后面的白板上面 如果后续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他的话呢 可以再跟我们两个人联络 然后外面会有一些热红茶以及热咖啡 大家可以到外面先